悬前倒數日前台北市右里長出團 由中國山東八天行程只花了一萬五千元 被疾疑接受落地招 因為不符合市場行情 檢調甚至介入調查 只有介選疑慮 但現在有欄尾提案 凍結陸委會百萬預算 國民黨立委廖婉如先依奉 共同提案凍結百萬預算 針對陸委會先前發布第三季 中國大陸情勢報告 認為中共操作貿易壁壘調查等等 是加大介選力度 企圖以經濟脅迫我方選舉 然偉質疑陸委會應該適宜 而非配合大方針捕風捉影 仍在提案的階段 陸委會一定有機會在協商的現場 說明清楚 畢竟人民的納稅錢 不能用來作為執政黨 選戰利用的工具 隨著選戰進入白熱化 中共對臺戒選也有新動作 傳出中國政協主席王滬寧指示 在臺灣選戰最後一刻多月 將由上而下系統性大規模 全面改以化整圍林的態勢 就是對臺灣基層進行誘拉 從臺灣的基層左手 小眾行銷 那藉由這種精準的鎖定特定的族群 來提供不同的他統戰的產品 各種補助 招待基層的這個組織 還有就是團體旅遊或者是機票的補助 企圖利用這種誘惑 來改變他們投票行為 中共建選手法將在選戰最後關鍵時刻 加大力道對臺而言 不得不防 三六熊黃西澄馬 月光臺報道